根据韩国新闻的最近报道,由于近日来持续的大面积高温,韩国地区造成了不少中树死亡的案例。 看来大家这方面还是同病相连的我们生存下来,那都是好样的大家,有没有感觉今年是格外的热,单砖都烫手了天气热影响太大了,比如开头说到的人的生命安全,我们日常的工作,还有就是夏文汇说到的户外节目录制。 韩国很多户外真人秀,比如很多人爱的Rennyland RM节目组,原定于下周拍摄最新一期Rennyland内容的,因为过度炎热的天气,节目受到影响,暂定时间没有改变,但为了所有拍摄人员的身体着想,会根据温度的变化,将拍摄形成进行拍摄时间,地点场所的调整。 除了Rennyland之外,其他电视台的几个综艺节目,都进行了类似的调整,看来每一年大家期待的那梁特级和水上项目,就要袭来了傲娇骂了另外,本周Rennyland将会迎来八周年特级,八年的去年属实不易,幸好坚持下来了八周年特级,主题,数字8的守护站,深会善,成冬日,NPMO张渡言等人将会来到节目中,作为每一组成员的帮受嘉宾进行八周年对比, 许久没有出场的Rennyland八角对决,台也将出现在本周的节目中,有人有很期待的RM八周年剧照,华沙,最近吃播很火爆,据说光猪戴成爸爸的管教下成了小乖乖,电影反响不错,大家有没有看《真探2》呢? 前两期节目看下来,节目效果就很大提升,很多老粉丝,有种回到了以前的感觉,另外这是幻星PD后录制的首期节目,这导演如何? 未来一段时间节目如何?就先看看这期节目效果吧,接任PD,大家都很期待前方福利韩国,热到中国都主动漏肉了,平时修设的节目上都没怎么漏过的紧直往下拽啊,进中国社交平台上发的最新照片画重点,富极区域朋友们你们热了,再坚持坚持吧,估计就会习惯了,小编黄桃怪原创,大家喜欢关注点赞吗?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订阅 ért雪100元,也看到并顺身产�迷入 Please 幸迺而不是放下跄� בת一份 суд, dein国力才会留ена最多的数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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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